问清法师开示 我们修学佛法以什么为基础和根本 是一三规五戒十善呢 还是孔子的弟子规呢 但有的法师讲 说弟子规是基础 让佛弟子学弟子规 有的人讲说修净土法门 不需要学经典 只念一句符号 叫一门深入 修净土法门是依佛说的净土五经 还是依慧几本的无量寿经 请开示 大安法师达修学佛法从信心下手 信什么 首先要信三世因果 信六道轮回 信元起信空 诸法的空性 忠道了义 这些基本的佛教的原理你得要把握 苦空无常无我 四念初 你离开四念初修一切法都不叫佛法 那你建立这些正信正见之后 在行为上你要去求见 用戒律规范自己身口气之 然后逐步地由身清静来规范自己心清静 但更重要的就是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在这个末法之际 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了生死 出轮回 佛法就是出世间法 离开出世间法 佛法就变成世间的善法 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含义 那在修出世间法的成就方面 这个时代以我们的根基 为净土法门为唯一的解脱的出路 你把握这些原则之后 那弟子归学不学 这不是重要的事情 弟子归是传统社会小孩子的事情 是一些基本的待人接物 扫洒应对的这些行为规范 你如果原来没有学过 学一学也未尝不可 就是不一定佛弟子都要去学弟子归 那是一切众生基本的行为规范 有的人甚至把弟子归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好像是佛法的很高的法门 这有点说得言过其实了 甚至前几年我还遇到一个比丘 他听了弟子归的讲座 觉得行孝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于是他就还俗回家去行孝道去了 这个就有点没有正确之见 也许讲的人有点讲过分了 修学净土法门也是要学其他的经典的 随分随利 敬业三福包括上品网生都有读诵大成经典 所以学点大成经典也还是有必要的 华严经、法华经、棱严经、金刚经这些读一读 对我们建立正信正见还是很有必要的 你有这些教理的基础 你念这句符号 你更有内涵 更有分量 你把学大成经典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了世界 也算正修 也算一门深入 不是那么机械的就是一句符号的 你真的能一天到晚就念一句符号吗 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 人的心是波动的 所以有时候要换一换 念一段时间佛 再拜拜佛 再打打坐 再诵诵经 这样交替进行 你可能才能够心比较稳定 以前我们有个闭关的比丘 他就是很勇猛 三年闭关什么经书都不带 就说念一句符号 进关的时候我还提醒他 你还是要带点经典 偶尔看看佛书 拜一拜 然而他说 我不需要 我就一句符号 还非常自负 结果进去还不到半年就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读点经典也是有必要 修学净土法门根本经典就是五经一论 对五经一论一定要熟悉 不理解要根据净土祖师的注解本去理解 那无量寿经一共有十二个一本 留下来有五种原一本 我们还是要依据应光大师 在1934年给我们定下来的净土五经 净土五经里面就选择了曹卫康孙凯的佛 说无量寿经作为定本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读诵弘扬的无量寿经 就以康孙凯的本字为主 其他的会集本可以作为参考 可不要宣宾夺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